HELLO 好久不見 好像也沒有好久不見 我好像最近更新的還蠻請的 好 反正今天重點是有一個 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一個企劃 就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衣服還蠻多的 然後呢 我好像沒有分享過自己的穿搭 但是我其實是很care穿搭的 我非常care 除非我今天沒有決定要見什麼人 然後但是平常我會很注意 所以我要搭配怎麼樣的衣服出門 然後是什麼場合見誰這樣子 然後今天就是來分享一下我的幾套穿搭這樣子 但其實我的穿搭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屬於什麼風格 反正就是大概我知道 我今天如果去買衣服 我大概知道哪一些衣服就是有寫我的名字 我就會去買 就是看 我大概知道自己適合怎麼樣子的衣服 但是我不確定我是一個怎麼樣子的風格 反正就是一個單純的分享 就這樣 OK 首先呢 這是我的第一套 對 我的第一套長這樣 這樣 比較適合上班族的一種穿搭 對 然後呢 旁邊呢 我有放一些髮帶 還有髮夾一些飾品 因為有的時候穿搭 它其實不是只是我今天搭個衣服 然後搭個一個褲子就好 它其實我覺得可以加一些那種點綴的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脖子很空 你可能可以戴個項鍊 或是有的時候你可能耳朵很空 你戴個耳夾什麼的都可以 或是髮夾什麼的 然後今天這一套呢 等一下 我先穿個形式 因為防疫在家很久了 然後每次出門我們臉也都遮起來 然後大家看不到你是誰 然後這個時候衣服就是穿得好看一點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有 你知道 出去的時候比較有一種儀式感 或是你在家裡面每次自己打扮得好看一點 我覺得對生活來講也是一個方法 很快樂的一個方法 好 可能看不到我穿什麼鞋子 我抬起來 腳抬起來 這種 這種 有看到嗎 就是這很 這一套衣服是很適合上班的時候去穿 或是你今天可能參加了一個面試 因為它也沒有到特別的花俏 可是它有一點 我覺得它有一點特色 就是它這邊是有做一點這樣花的這種的 然後 褲子這邊有個鈕扣啊 然後有一點束腰這一種的 會讓你整個人比例看起來其實是很好看的 像我也沒有很高 我很矮 這樣 我只有一百五十公分而已 可是我覺得 可以透過穿衣服 讓自己的比例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對 然後呢 我會用什麼 我如果穿這一套的話 我就是一定會 可能加一個髮帶吧 算 這個只是一個裝飾 這只是一個裝飾喔 對 就是 後面我有用髮圈 把頭髮這樣 綁起來 然後 如果要多一點裝飾 你看 你如果要多一點裝飾的話 你就是可以 把髮帶這樣子 套在自己後面這個馬尾上面 當然你一開始要先綁好啦 我是有先綁好 對 然後就會看起來這樣 你看 沒有這麼單調 對不對 你就是有一點特色的 就是你 整個看起來是有一個亮點在那邊的 穿搭其實它就是 整體要有一個協調性 然後要有一個亮點在那邊 我覺得啦 這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 穿搭的一個 想法 自己的一個 我自己的一套理論 來 這是第二套 第二套其實還好啦 它就是一個 一個背心 然後 下面就是一個長裙 就是 它大概到 腳踝這邊 這件裙子是Net的 然後 呃 背心的話呢 我記得好像是我媽去市場幫我買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 其實不要問我衣服在哪裡買 因為我真的是 隨便逛 然後看哪一件衣服 我覺得好像 蠻適合自己的 我就買回家 所以我沒有很特定的去挑 什麼 去哪裡買衣服 什麼品牌 什麼牌子 沒有 就是大概 有時候試穿也很重要 比如說 你覺得這衣服好像適合你 可是你要去 你一定要試穿看看 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 回去可能會發現 好像那個材質 自己穿的不是很舒服 好像很不適合自己 然後 我整個這樣搭下來啊 其實 因為有的時候呢 女生的腿 就是小腿這邊 如果一旦被截掉的話 就會看起來很粗 所以 如果腳踝沒有那麼細 或者是 露出腳踝上面一點點的話 那就會看起來 比例不是很好看 所以有時候 我會加一點有跟的鞋子 一點點跟就好 不用太多 就是 一樣是剛剛那一雙 對 我真的覺得這一雙 這一雙我買的好值得喔 他真的是把我的比例弄得還不錯 然後 整套搭完之後呢 我會選一些就是飾品 譬如說就是 我有很多珍珠的髮夾 我以前是那個珍珠髮夾控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有時候會自己加一點 就是會看起來自己 嗯 有一點亮點在身上的配件 我覺得會 比較 就是會有一點特色 我會覺得很好看 然後 我說 我很喜歡髮帶 但是 我有這麼多髮帶 我會根據衣服來調 譬如說 像這個 因為我整個 身上的顏色是素的 就是一件這樣 很簡單的綠色 很簡單的米色 那所以其實 配件有的時候 那個花紋 像髮帶 你可以選比較複雜一點的顏色 譬如說這個 有一點格紋 然後這個 有一點英文字母 然後邊邊又比較有一點花的 你這樣戴在身上會很好看 你這樣戴在身上會很好看 看 大概就是這樣 這邊可以露出來一點點 因為它有一點花紋嘛 所以你其實有時候 頭髮就是 不要完全的就是讓它 沒有露出來 哎呦好難調 對 就是讓它稍微這樣出來一點 然後整個就會 整個就會看起來比較有特色 有沒有 我覺得我這一套 應該是拿去度假用的 對 它可能不太適合去什麼 很正式的場合 可是它很適合拿去 就是譬如說 跟人家吃飯啊 下午茶約會什麼之類的 或是度假 我覺得它最適合拿去度假了 它衣服就是看起來去度假的 這個是第三套 然後第三套呢 就是我盡情買起來 我覺得最 我最滿意的一套 一套上衣 然後 它這個有一點麻煩的是 你買來 你要自己綁好這個肩帶 因為每個人的這個 肩線什麼寬度不一樣 所以你自己買來 你就要自己調好 然後自己綁好蝴蝶結 最好一開始就綁緊一點 你之後就不用再調了 然後 我每次買衣服 我好像 我現在逼死我自己 因為 我的衣服 常常就是 如果稍微胖一點的話 就不好看 或是就不能穿了 所以 我覺得我買衣服 很 很逼死我自己 就是你一定要控管好自己的身材 不然你一下子 這件衣服 你就不能穿了 然後 因為這件衣服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這兩個地方 蝴蝶結 所以 我覺得中間這邊 你就不用再加什麼項鍊 什麼都不用再帶了 因為它這邊已經夠有特色了 而且它這邊可以遮住 遮你的肉 對 然後 綁頭髮 其實我覺得 頭髮有時候 我覺得這套 因為它 上面已經很有特色了 所以我覺得不用加什麼 什麼 什麼 髮帶啊 還是什麼 一點點的這種 小小的 我覺得這種小小的髮夾 還OK 對 但是我覺得不用再加了 因為我覺得它 整套就已經很OK了 然後鞋子呢 鞋子我覺得 除了穿剛剛的那個高跟鞋之外 它很好搭 還有什麼 小白鞋啊 或是平底鞋 一般的那種 很簡單的 白色球鞋什麼的 我覺得這 整個就很好看了 它就是 它蠻休閒的 這整套還蠻休閒的 這整套還蠻休閒的 就只要不是太正的 設場合 你出去上課啊 吃飯啊 什麼的 都可以穿這整套 我覺得很OK 來 第四套 我又在逼死我自己了 這一套 它 它一樣 跟剛剛那件一樣 就是 肚子真的是不能太突 如果去吃飯 這個只能去 剛剛那一套 跟這一套 只能出去 喝 下午茶 吃點小東西的時候 才可以穿 吃到飽 就不要穿這種衣服了 你會 你的肚子會很明顯 這種就是 好看是好看啦 它也不會到就是 不好穿什麼之類的 它就只不過是 肚子要稍微縮一點 可是它還有特色 它真的 因為它這邊做了非常多的 那個 皺褶 花紋 對 所以其實下面 像這種衣服 下面就不可以再穿 什麼 很有花紋的顏色的東西 會看起來太雜 所以這種很簡單的牛仔褲 像我這件是有一點 微喇叭的這種褲管 它底下有點微喇叭 然後這樣搭起來就很好看 而且這個 這個也很適合上班族穿 然後也很適合去學校 去學校 對 我覺得OK 就是 上課或者是上學 我覺得 上學或上班 我覺得都很適合 然後 嗯 這邊我覺得如果加一點耳 就是 耳夾什麼的 我覺得會很好看 像譬如說這種 看得到嗎 因為我的衣服上面是 花 所以我就想說 耳夾的話就配合一下 也用 也用花的 這樣 對 我就覺得這樣搭起來就 嗯 你上面是花的 所以上面就有一點點醉飾 就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上面也簡單一點這樣 鞋子就真的是什麼都可以搭 我覺得 有一點跟著鞋子會很好看 然後那種 小白鞋平底鞋都可以搭 我個人覺得這種穿搭會比較 會比較實用一點啦 就是 不會很難去駕馭這樣子的穿搭 好 最後一套 這一套其實它就是真的很 很 很學生 其實 我覺得這兩個都可以用 不管是上班還是上學 我怎麼也重複這個 反正 我覺得如果你的那個 穿搭不是真的太浮誇的 我覺得 其實 可以是萬用的場合 只是因為這個有一點領子 然後 下面這是一個牛仔裙 它是有點A字的牛仔裙 所以我覺得它不管是去學校或去上班都OK啊 鞋子真的也是很百搭 就是那一種 有一點跟的 或者是小白鞋都可以 或者是 就是我覺得它 因為它整套它有點像是 都是單瓶 比如說 一件很簡單的襯衫 一件很簡單的牛仔裤 而且這個 這是我朋友送我的 我有很多贊助商 它這邊這個 它這邊 它搭出來它是有點開的 對 所以它其實如果 它單穿 然後上面配一件 比較窄管的那種牛仔裤 其實也很OK 我把它扎起來 是因為 這樣會顯得比例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你穿那種 牛仔的A字的 你就是要把你的腰線拉高 像我這種很矮的人 我就非常需要突顯 我的腰在哪裡 不然我會看起來 我會看起來更醜 我的整個身材看起來 比例會更醜 所以就是腰線一定要露出來這樣 然後因為 它整套是很簡單的花 它就是很簡單的花樣 就是很簡單的素色 然後很簡單的這種深藍色 其實顏色也要配到 因為它整套都是藍的 所以我 我挑髮帶我也特別挑藍的 就是這樣子 對 會特別搭 因為你要配合整個 你整體衣服搭配的那種色系 這樣就不會看起來很衝突 所以顏色搭配也很重要 所以我真的覺得髮帶很好用耶 你頭髮 你本來頭空空的 你加一點你就 你就 還有那個感覺 知道嗎 還有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什麼 什麼感覺 就是 Fashion Fashion 我是很注重Fashion的人 每次我跟他們都看不懂我的穿搭 但是我告訴他們這個就是Fashion 我是我們家最浮誇的人怎麼辦 好我今天只介紹了五套 然後 我不知道到底實不實用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介紹我的穿搭給大家 然後 如果 裡面衣服還有一大堆衣服 如果 真的有想要再知道我其他的穿搭 我再做第二集 反正 就是分享一下我 平常 出門穿了一些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疫情 臉不能露出來 但是我外面其他地方我要好看 好了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